作词 李宗盛 我不想算了 天那么大 为何不飞翔 青春因为早未才珍贵 越受挫越无悔 让梦实现一回 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 从来不怕奉陪 我只要成就该的滋味 青春因为早未才珍贵 越受挫越无悔 让梦实现一回 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 从来不怕奉陪 我只要成就该的滋味 你看这是最近的 我们的全部的订单 行啊 这两周每天的订单量都上百 而且还有很多企业订单 你不知道 浩子现在专门负责跟企业对接 特别给秘 主要是小保家给秘 联合了这么多水产商 从没出现过质疗问题 现在不止海鲜 还有一些农副产品想和咱们合作 什么农副产品 一些水果粮食什么的 还有酒 对 还有酒 品种多呢 势必会带来更大的访量 但是我担心质疗会不够关 其实咱们白人墓一直关注的是小微人群 小微人群不光指的是买家还有卖家 我觉得只要把握两个原则 第一个咱们就直接与厂家进行联系 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第二个咱们一定要做好品控方面的流程 这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 而且我们得首先保证海鲜的质量 还有性价比 因为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除此以外呢 我觉得符合上述两条规则的话 都可以在白人墓上架 我建议呢 咱们做一套标准的质检流程 这样呢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产品质量 行啊你 识别三任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有点深夜人样子 咱也得进步啊 作为你挣钱的兄弟也不能太面 放心 质量这方面就交给我和小宝吧 对 对 还有那个酒的商品批发虚格证 我来搞定 谢谢 谢谢 来了 上车 走 好 好 好 先坐 佳燃 这位是唐律师 我今天约你们俩过来呢 是要处理一点事 一个马赛鱼牌 好 一个 刘青鹅肝 再来一瓶 独角兽葡萄酒 好 我不喝酒 我还得学习呢 那就给她来一杯气泡水 好 谢谢 不客气 这十三天 建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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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部 好 信心 信心 程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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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飞哥我先背一会儿 我们要在考试呢 一会儿菜上了我再陪你俩 你真的想当城市的代理董事长 我理解你 叔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想帮他分担压力 想独自扛起城市的大旗 但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吧 可不是儿戏啊 我知道 没本来到儿戏 那我给你讲讲啊 一个商人 要有冷静的头脑 成熟的心态 以及常年累月的积累 我相信 如果程叔叔在你身边 好好辅导你的话 不出三到五年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 可这些 不是临时贝贝手上的小卡片 就能学得了的啊 我这不是给自己打催熟机呢嘛 就希望熟得快点 嗯 可我不希望你这么辛苦 把公司交给梁叔暂时去管理 你还是可以开开心心地做自己 这样不好吗 葡萄酒编一会儿 稍后给您打开 好 谢谢 葡萄哥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辈子就只能吃喝玩乐了 我可没这么觉得 但我知道你喜欢自由 不喜欢被束缚 如果去了城市当这个代理董事长 这两样东西就会离你越来越远哪 可是人是会变的呀 你看我 一直被大家捧了二十几年了 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都觉得自己能上天了 可是这次我爸出事以后我才发现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我想为城市做点什么 可是没有一个股东愿意相信我 你知道吗 他们是从那股子里面散发出来对我的否定 我得证明我自己 欣欣 我相信你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欣欣 你以前可是一个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人 你现在这是怎么了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谁怂恿你 告诉你当一个董事长 是这么简单和轻松的事情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如果有一天失败了 这么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这个怂恿你的人 他会站出来替你承担吗 我不希望这些干扰你的生活 我也不希望你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我只希望你这辈子 都是一个开开心心的小公主 可我不想再当小公主了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替我承担后果 云飞哥 你是不是也像那些股东一样 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个能力 但现在这个时机不对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都得试一下 反正我努力了 我就没有遗憾了 去吧 我相信你 帮你 我相信你 回忆转转反侧 当想念发作者 却在没拥抱的资格 爱怎么取舍 若笑不代表快乐 若永远变得远了 曾有的身份再也没有挂隔 若爱失去了颜色 什么被时光切割 爱到最后彼此剩下什么 一路走来 陈兴曾经跟我创业 现在她一段困难 我没有理由不跟她一起 我都难怪 我或是在握手眼和 夜深度出的时刻 能够用什么角色 假装我的沉变 还有你疼过的那温热 但是就别ador了 进来 这么早就醒了 我睡到一半醒了 完了以后后看床头有个硬盘 是你给的吧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一个顿去 我昨天想让你放松一下的 看你睡得太熟了就没叫你 这个创世纪真的太好看了 我根本停不下了 一直看到现在 一晚上没睡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电视剧特别靠谱 比郑叔叔那些教材真的靠谱 郑叔叔听见见死定了 我现在有一种 看军一部电视剧 盛读十年输的感觉 真的 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 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你看个电视剧就会做生意了 不是说你让我看的吗 这部剧里面啊 讲了白手起家 然后忍辱负重 吞并破产 东山再起 反正做生意 能遇到的问题她全都讲了 你看我还做个图纪呢 你看 笑什么 我写得不对吗 本来我让你看这个电视剧呢 是为了让你画画口味放松一下 没想到你就竟然看出这么多道理了 我真的学得特别多道理啊 做生意呢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 用你挣钱的话讲呢 就是 要做一支打不死的小枪 对吧 这一道是对的 现在才六点 你好好休息一下 下午我带你出去办点事 办什么事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好 你们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进去找个人 马上就出来 不好意思 我们拿这是会员制 非会员不得如你 我爸以前是你们的会员 会员呢可以带你们进去 但是你们自己不行 不好意思 还是请回吧 谢谢啊 能在城市股东大会上说话的人 都在这份名单里了 我们今天要一一拜访 给你拉票 这些人 都在股东大会上怼过我 你忘了 做生意呢 就要做一支打不死的小枪 韩总他真的不在家 阿姨 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就跟他说是承欣来找他了 他以前一直嚷嚷着说要 说我都干女儿呢 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肯定会回来的 韩总他真的挺忙的 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 那不是他车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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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股东怎么都不在家呀 是不是一起约好都不见过呢 现在名单上还有九个人 我估计情况也都跟之前的股东差不多 如果我们找不到什么突破口的话 去了也没什么解释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 他是当时和我爸还有杨淑一起打江山的人 在城市出具规模之后 他拿了一笔股份就隐退了 虽然他现在不怎么过问城市的事情 可是他在股东里面 也算是有威信的 那 如果他支持我们的话 那我们胜算就大了 你跟他说吧 不说也好 不知道你以前那样子 我们胜算还大一点 你说这段时间 梁总为了公司的事啊 可是辛苦的 就是 为了您的费心费力 对啊 应该的 梁总 梁总 抱歉各位 梁总 梁总 我和珊珊来吃了 知道了 八九 八九 您坐 您坐 好 坐 抱歉各位 我出门的时候 碰见点迷迟状况 抱歉 好 都到齐了 服务生 倒酒 城市啊 兵荒马乱了一个星期 这段时间 大家都辛苦了 马上要召开股东大会 等选出了代理董事长 大家就能踏实了 是啊 还说呢 梁总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 老程家那棍妻怎么着 堵我门口了 还怎么着 她还真要到代董事长呢 是 这位大小姐啊 今天也上我那儿去了 结果呢 让我那秘书给指导高尔夫球场去了 其实啊 星星想做代理董事长 这无可厚非 她毕竟 是程总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了 我是愿意 把代理董事长的位置让给她 如果 你们都有同意的话 那可不行 不行 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可能交给一个小摩鸭子手里呢 就是 不行行啊 这不妥啊 杨总 您品德高尚愿意退位让先 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不答应 我试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哪位不是把半生的心血 全都放到了城市 对啊 把这城市给了诚心 那岂不是让我们半生的心血 全都复制东流了 是不是 谢谢啊 谢谢啊 是 现在不是您前任的时候 关键我们在座的各位 只信您一人 对不对 对 既然大家 都这么说 好 那我就 确止不公了 请大家放心 我一定 用最快的速度 带城市 不如正规 好好好 好 好 还请大家 多多关注 应该的 梁总 您联系周总了吧 他对这事什么看法 周总 虽然是城市的大股东 但是已经 好长时间 没有插手过公司的事了 来 我敬大家一杯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负正亡 那咱们就提前预祝梁董事长了 对 对对对 对对 对 谢谢 这个就是周伯父常来的学校会所吗 下车吧 怎么啦 怎么了 我听我爸说 这周伯父人挺怪的 他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这么跟我进去 他会不会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试试吧 小姐您好 您这边有预约吗 我找人 您这边找李游啊小姐 我找一下周总 周总 您有约过吗 我约过了 那您稍等一下 我这边去一下 周伯父 周伯父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成建业的闺女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成仙呢 他跟你一起来的 城市有个股东在里面 他先进去了 明天就是城市的股东大会 拉票来了是吧 挣钱你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会股东他 去当董事长呢 你我都了解成仙的性格 他不适合当董事长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成仙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你非要把温室里长大的花 挪到室外去 让他接受风吹雨打 你想让他死吗 你这么做 对成仙没有好处 更会害了成仙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陈叔叔出事了 他的温室已经毁了 所以他必须学会独立 用不着 我可以让成仙在温室里面 生活一辈子 倒是你 你是因为给不了他这样的生活 所以才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是吧 陈欣他是一个人 不是小猫小狗 必顾他的人再强 终究不是他自己来的强 这话轮着你说吗 不是 你别我 别我 我希望你记得 论感情 我是成仙的男朋友 论物质 我能给他的 你这辈子都给不了 我还在纳闷呢 欣欣一向对经商 就不感兴趣了 咱们突然要当董事长 还是说你想借着 这次机会往上拔 我告诉你 无论是诚心还是诚实 你都不要痴心妄想 不可能 我从来都没想从他身上得到胜大 我只想让他变得更好 你别再跟我说些漂亮话了 明天就是鼓动大会了 你现在给他的希望越大 明天他就受到伤害越大 你知道吗 身份还没定呢 再说了 谁的人身是一番红书的 他不是我们尽门的小王主 也别太想看到 你们在干吗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 没有 你跟周伯父聊怎么样了 别提了 周伯父说 让梁淑当董事长 对我对诚实都好 还说我不是经商的料 他还说 像他一样拿着个股份分红 爱干啥干啥多好呀 干吗跟那些俗人一起抢饭挖 你又在想什么 我在想 非常时期 只能用非常地手段了 你们哪儿来这么多酒啊 我们白日梦的APP 现在不止卖海鲜 这酒啊 水果 蔬菜 什么的 我们都买 行啊 媳妇 怎么样 上不上 小伙 你黑颗地活呀 来 我来吧 你将不把货车开除 行 慢点啊 再来一下 先 先往外运吧 你 你掉个个人 拉吧 等一下 你胡胡里到底卖什么药啊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目标人物出现 我再重复一遍 目标人物出现 收到 收到 千万里 好的 我用微信给你发过来 好的 好的 今天走这条路 以前都没走过呀 这个不是回家的方向吧 你不是我的司机 我的司机人呢 你谁 你谁 周总 你千万别害怕 我们没有恶意 我就是有人想要见见你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伯父 你好 周伯父 你还能打到他 那帮我去看他 他帮我们 你不赶摆我 我没有闪到你 你能够买完 你能够买完 你可以上哪 我去看他 你都去看他 想说什么 不用管抹脚 我以前跟城市合作过 虽然他们的主要业务不在演艺圈 但是他们手里 还是有很多不错的资源的 我在想 如果这些资源能到您手里 那该多好啊 你喜欢马吗 这儿的马 总感觉有一点死气沉沉的 我就喜欢看 解药不驯的生灵被驯服 这种感觉很爽 上马试试 不用了 我不会骑马 试试吧 如果你学会了骑马 我就告诉你 关于城市资源的一个秘密 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正希 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让他们走开 周 周伯父 这都是我的主意 跟陈欣没关系 我们也确实怕请不来您 才出此下策的 这是我们的工作室 成立之初 陈欣她也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 这是我们的报税单 我知道 您肯定觉得让陈欣当代理董事长 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胡闹 商业上我们肯定没有您成熟 但是我们也有一颗 踏踏实实做事业的心 你们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呢 你们以为能经营好一个工作室 就能管理好城市集团 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胡闹 商业上我们肯定没有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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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闹 知道吗 赶紧让他们走开 陈伯父 陈伯父 先放松 放松 她走得很慢了 这个 好 你慢点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算我求您了 陈伯 我从不会拿钱开玩笑 所以我绝不会同意 把城市交给你 让我的资产缩水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再劝你一句 把城市集团交给老梁 好而做你的富二代 周伯父 周伯父 我不会让您亏钱的 我知道 我在别人眼里没有什么好印象 刁脉任性 养尊处优 说的就是我 我能随心所欲地活二十几年 也是因为我爸是城市的董事长 可是现在他出事了 我觉得 我有责任扛起城市 我不想让他觉得 他生了一个没有用的女儿 如果你不相信 我愿意跟你签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你不相信 对赌协议 如果城市的利润有所亏损 我愿意用程家的私有财产 补偿给我股东 你真的愿意签 对赌协议 我愿意的 这丫头 太像成剑叶了 再见 这丫头 这丫头 太像成剑叶了 再见 再见 就会吓死我了 孙总 您笑什么 觉不觉得自己和那匹马很像 从节耀不驯到被驯服 便得越来越乖巧了 孙总 你就别再掉我胃口了 我是真的很好奇 城市集团的资源秘密 到底是什么 看在你这么乖巧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 过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用城市的资源捧你了 您别再哄我了 谁不知道您和城市不对付啊 就算程建业进去了 但是城市集团的人 也不会让你轻易染指他们的资源吧 我就知道你是在哄我 我没有在哄你 城市有我的人 只要你够听话 我就一定把你捧哄你 走吧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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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梁熊 你就是我的亲人 我想当董事长 绝对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 绝对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 熊熊啊 其实 我也不想做这个代理董事啊 我是被股东们捧上去的 骑虎难下 我想推透要把他们选举其他人 万一找一个对你爸有二薪的人做 事态会更麻烦 我懂我懂 您都是为了我爸 你明白我就放心了 董事长大会差不多也开始了 你们先去吧 好 各位股东 今天请大家过来 是为了选举代理董事长 目前有两名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梁伟 程鑫 晴晴 现在开始了 直接投票吧 好不好 程小姐啊 要不你直接退出吧 你爸爸是我们的老上司 不选你 将来对你卖的 你爸爸不好交代 可我们也不能真选你啊 你们可以不选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做生意就是要坚持到底 做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我爸当年经营城市 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在城市最危难的时候 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城市 这笔钱可以让他实现经济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接受 否则今天各位也不会坐在这里 推选代理董事长了 我想说的是 我爸做生意 不单单是为了赚钱 他想做一家伟大的企业 我希望自己能像我爸一样 和在座的各位一起 带领城市走向伟大 真是小孩子 做买卖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说弄通行而上的 万万让我有什么用 行 那就说点实际的 所谓经久营时 第三季度的净利润 应该是全年最高的 可是去年一级报和三级报 虽然同比增长 但环比却在下降 这说明我们的赚钱能力变弱了 可我们的利润每年都在增长 可我们的负债率也在增长 城市集团今年的负债率 是去年的一点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利润在增长 利润比却在下降 行行 经营公司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不是抛几个数据就能解决问题的 小城总 你刚才抛出的那几个问题 你有没有解决对策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资金放在重点的项目上 或者是放在利润率更高的项目上 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 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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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周董 来 周董 来 周董 周董 沈丰把您给吹来了 我听说你们在开董事会 所以我过来 凑凑热闹啊 走走走 各位坐 陈鑫啊 陈鑫啊 你刚才说得有点虚 但是没说错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得闭着眼睛 拍地圈地的阶段了 一切都得谨慎从事 不可盲目随意 都要按着国家的政策方向去走 是不是 您说得是 我觉得 大家不妨 给常新一次机会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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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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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先别急 大家烧门勿躁 春心 你把昨天跟我说的话 给大家再说一遍 好吗 对 来吧 来吧 在座的各位都是城市的股东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来保障大家的利益 我愿意和大家签下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在我任职代理董事长期间 城市的利润有所亏损 我愿意用城家的私有财产 补偿大家 城市啊对赌协议可会是那么晚的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好吧 那咱们大家现在投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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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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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能输给程鑫 简直荒谬啊 是我大意了 从没把星星当成真正的对手 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从老周下手 好 老梁啊 程鑫挣钱再厉害了 也只不过是俩孩子 再说程建一还要在里头待上一年 你是有机会翻盘的 你帮我把地卖了 你的事我就顶力想入 你先过去开车吧 我跟挣钱再聊两句 行 志浅 那我先走了啊 蒋妈妈再见 对了 晚上别熬夜 早点休息 欣欣当上这个城市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真正的奸险还在后面呢 您说得对 男的还在后边呢 以后怎么做 想好了吗 见招 拆招 打江山翼 守江山楠 城市这样的大企业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实则是暗流涌动 其实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城建业平时是有一点自大跋扈 但是 他怎么着也算是一个粗衷有戏的人 他怎么可能酒驾呢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不过 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使什么手脚 城建业这个老江湖都能翻船 欣欣可是涉事未深哪 太容易中招了 城兴刚当上代理董事长 内部肯定有很多人不服 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 有人暗算的话 那么也没人替他说话 这个时候他做得多就错得多 做得少也就错得少 有一点 四个字 无为而至 初总 栏目剧的进度已经停滞一周了 城市的钱再不入照 咱们没有办法按时向电视台交片 是要赔违约金的 违约金的事是小事 失去了电视台的信任才是大事 做我们这行 最重要的是 保住甲方对我们的信任 不然的话 就会像白日梦一样朝不保夕 所以您快想想办法吧 我知道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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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辛苦了 好好干 干好了我给你们升职加薪啊 谢谢董事长 感觉真不错 至于吗 你以前做小陈总的时候 不也是一虎白银的吗 那不一样 我以前那是狐家虎威 可是现在这一切 是靠我自己争取来的 进来 董事长 初总来了 想见您 云飞哥来了 你让他进来 好 谢谢 云飞哥 你也在啊 初总 你不讒不讒 你哪儿 你敢抵护呢 你 ideals 哎呀 你这儿 我只认你了 你得嘴 你得嘴 你想して嘴 嘴 三号涂地的转让文件 现在的价格很合适 可以买进 可是一下子支出这么大一笔钱 城市日常的运营就捉襟见肘了 房地产行业本来就是高负债率行业 你当城市是什么 你们家楼下小卖部 卖多少钱进多少货 我 我知道房地产是高负债率行业 但是城市现在面临这么大波折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冒进 钱就像海绵一样 积极总是有的呀 关键是项目的好坏 谢谢 谢谢 新区正式开发以后 低价一定会飙升 这不是冒进 而是切实可期的巨大利益 云飞哥 觉得你的提议很好 因着天微微亮 相信着那远方 而心里面的话 又在和谁讲 永远说我荒唐 现实却要我这样 可是我真的勇敢 是否在给我希望 青春因为早味 才那么珍贵 因为有你越是 受挫越无悔 白人梦不是败错 是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要成就感的滋味 我不想就是一笑而过 真答应过你的梦想 无畏不是谁的 无所谓 那样 天那么大为何不飞翔 青春因为早味 才那么珍贵 因为有你越是 受挫越无悔 白人梦不是败错 是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要成就感的滋味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们的青春需早味 是让梦实现一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